自由黨反其零十三譜法案 獲分民主黨支持 成功在省議會通過 Luca Rocco Magnoita 在德國監獄被單獨囚禁 表示不會拒絕被引渡回本國受審 全球經濟環境持續惡化 本國經濟復甦不穩 將行第十四次宣布將利率維持在一力不變 大家好,歡迎收看6月5號的晚間新聞 我是劉嘉欣,新聞的詳細內容 案省自由黨政府提出的 反對學校欺凌現象的新規例 又稱為13號議案 今日中午在省議會以65票贊成 對13票反對獲通過 省長麥堅迪表示 學校以及學生家長 很快就會接受這項新規例 省議會各個黨派當中 自由進步保守黨對13號議案投了反對票 而該議案亦激發省內各天主教學校 以及宗教團體的反對 原因是新規例要求學校接受學生 將支持同性戀社團 命名為同性戀或異性戀聯盟 麥堅迪說 13號法案的主旨是想保護學校裡面的學生 不要再受欺凌 他凌駕於一切宗教以及政治團體之上 麥堅迪說 宗教團體將會理解該項法案對於建立更加穩固 更加團結的社會的重要性 對此 部分進步保守黨官員認為 自由黨只是利用13號議案這條導火線 增加自由黨在停止對省內天主教學校撥款問題上辯論的籌碼 進步保守黨還說 校方在防止欺凌方面也應該扶上一定責任 不過13號議案在這方面的力度不夠 13號議案將在去年10月份以來省議會通過的第一項議案 多倫多伊頓救命中心的美食廣場上星期六晚發生槍擊事件 造成一死六傷 案發之後兩天伊頓中心的美食廣場在今日重開 另外 警方證實 槍擊案的疑犯是一名23歲的多士男子 目前 疑犯被控以一級謀殺 以及六項意圖謀殺的罪名 槍擊案疑犯名為Christopher Husbands 在上星期六晚6時20分左右 疑犯在市中心伊頓救命中心的美食廣場 向人群連開15槍 當場擊斃了24歲的Ahama Hassan 並射傷了死者一個朋友 以及一名13歲男童 兩人一度性命危殆 另外 還有4名路人中槍受傷 槍手在星期一凌晨向多士警方射手 槍案發生的時候 很多民眾都丟下個人物品逃出救命中心 警方說 這部份民眾可以持個人有效證件 由今日上五十點鐘開始 前往位於Parlament及France的51分局總部 領領自己的事 另外 警方說 這次槍案與幫派衝擊無關 不過槍手和死者都是幫派成員 槍手的犯案動機可能是出於個人恩怨 目前 疑犯Husband將一直被警方扣押 直至8月15日出庭 多倫多公車局和代表員工的聯合運輸工會 和113分會的僱傭合約談判於日前破裂 不過 由於公車服務是屬於必要服務 所以 公車局的員工是不能發動罷工 最終由仲裁員出面提出新合約 在新合約底下 113分會的工人在未來三年將獲得每年百分之二的加薪 員工亦都可以在無醫生史的情況下享有有新病假超過五日 另外 視力保健 住院以及優價福利亦都有所改善 作為和解條件 公車局可以將超過六成的殘障乘客接駁服務外判 公車局資方表示 還會向非公會僱員提出同樣的合約條件 涉嫌犯下震驚全國乃至全球的油包殘肢慘案的疑犯 Luca Rocco Magnota 昨日在德國柏林一間網吧被捕 柏林檢控官說 他將被引渡回國 面對一級謀殺等多項嚴重視控 29歲的Luca Rocco Magnota 涉嫌殘忍殺死滿地殼中國留學生林俊並將他分屍 之後將屍體殘肢以包裹方式 既往委員約退化的保守黨和自由黨總部辦公室 此案引起本國以及國際警方的高度關注 在多國警方的通力合作之下 Luca Magnota在星期一 在德國柏林的一間網吧被捕 目前他在本國正面臨一級謀殺 以及歸業加拿大政要等多項指控 一名德國法官今日在監獄和Magnota進行會面 向他講解拘押以及引渡程序 Magnota當時說 不會拒絕引渡 德國警方向本國傳媒透露 Magnota要求單獨酬金 而不是和其他犯人混在一起 自從星期一被捕之後 他的飲食和睡眠情況都正常 另外 Magnota曾經將殺人分析的過程 拍攝成影片上載到布聯網 對此 滿地可警方證實 正調查上傳影片的網站 由於全球經濟環境持續惡化 以及本國經濟復甦不平穩 市場的高風險環境已成為事實 令全球經濟快速惡化 不僅如此 美國經濟復甦亦較預期緩慢 另外 本國今年首季度經濟增長只得1.9% 這個數字令人失望 因為之前央行在4月份曾經預期 第一季度的經濟增長 將會有2.5%左右 雖然今年以來 本國房地產市場發展強勁 商業發展和消費者信心也保持樂觀 不過由於全球環境不景氣 加完倍率高企 都致出口業發展疲遠 另外 由於低利率持續走低 民眾借貸不斷增加 不過同一時間 收入增長緩慢 卡尼之前曾經不斷警告 一旦今後利率上升 終會有很多民眾陷入財困 雖然本國經濟的復甦形勢不如預期 不過卡尼仍然表示 希望央行盡快回到正常的政策軌道上 並可能在未來逐步撤銷部分盛事措施 美國佛羅里達州日前發生震驚全球的雀面慘案 一名裸體男子在藥物的作用下 當家中一名老人雀食得面目全非 為了引以為界 本國人幫保守黨政府 將對一種街頭藥品頒布禁令 本國衛生官員今天證實 雀面案兇徒服飾的藥物叫做MDPV 俗稱肉鹽 這種藥品本來是一種武害的侮辱添加劑 不過服飾之後會產生心跳加快 血壓上升和出現幻覺 以及攻擊行為等性狀 今年5月26日 31歲的美國男子Rudy Eugene 在服飾這種藥品之後 在沒有任何預兆的情況下 撲向一個65歲的露宿者Ronald Poppo 根據閉路電視片段 Eugine不斷用拳頭擊打對方 還脫掉對方的衣服 好像發癲一樣 嘴著對方的面部 在警方企圖加以阻止的時候 Eugine還對警員刨拋 最終警方將Eugine擊斃 本國衛生官員說 政府有意中欲言 立入監管藥物範圍 遍入管制藥物管理條例 與海樂嬰及何卡因並列 一旦新規例通過 除非經授權處方 否則任何時候持有、運輸、進出口 以及製造這種藥物的行為 都將會屬於違法 新規例還賦予有關方面 打擊相關違法行為的權力 現在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會有國際新聞 最新的伯爵豪園2150 Condos 位於Lawrence 加Warden和Bertmann中間 由意大利名師設計 豪華短雅 設備完善 價錢由18萬8千起 9呎樓底 赤格子是由330元起 並奉送車位及儲物室 推廣期間還送現金5000元起 歡迎經紀合作 請致電特約代理商 This is Realty 國際地產 416-888-7899 416-888-7899 爬路上周圍都是凹凹不平的坑 有心有淺 村民出入的時候都要小心翼翼 摩托車機動車通過的時候 都要特地降低車速 甚至有泥沙多姿的地方 車輛都要讓步通行 在5月11號到5月12號 吳先生魚塘裏頭的患魚陸續死亡 全新英文財經頻道 洞識中國到亞洲的經濟動物 發放更全面的財經訊息 財經亞洲 同星期一至五準時為你播放 迷人的風景 悠久的歷史 全英文的講解 讓本地土生土長的華人 更容易了解中國的秀美山川 和風土日情 旅遊指南帶你一起去度假 歡迎收看 觀眾朋友晚安 繼續是新聞時間 各式方面的消息 應女皇傳稀慶大生活活動 今天進入高潮 女皇率領皇室成縣 乘坐開逢馬車 經過倫敦市中心的街頭 受到幾萬名民眾的熱烈歡迎 之後 她再次出現在白金漢宮的露台上 和民眾一起欣賞飛行表演 在當地時間上五十點半 英女皇在查理斯夫婦 威廉皇子夫婦 和哈利皇子的陪伴下 進入聖保羅大教堂 並一起走過長長的走廊 參加傳氣慶特別感恩儀式 其他皇室成員 英國首相夫婦 副首相夫婦 倫敦市市長 英國政府 軍隊的代表 外國使節等 也都參加了儀式 女皇的丈夫 愛丁寶公爵 在前一天 因為膀胱感染住院 並沒有參加教堂的活動 教堂儀式結束之後 女皇和查理斯夫婦 一起到議會大廈的 威斯文斯特大廳 和大約700名客人 一起享用午餐 這些客人 都是英國各行各業的代表 包括工程師 中標像 房式工 漁返 甚至是稅務顧問 午餐結束之後 這次傳氣慶大周末的活動 開始進入高潮 嬰女皇宿領皇室主要成員 乘坐開篷馬車 由白金漢宮對面的 聖孫武士公園 滿面的林蔭大道經過 受到一組在那裡等候的 幾萬名民眾熱誠歡呼 嬰女皇和查理斯 乘坐1902年打造的國使馬車 緊隨其後的是 威廉皇子夫婦和哈里皇子的另一架馬車 女皇一行頻頻向民眾揮手 民眾亦發出熱烈的歡呼聲和掌聲 嬰女皇回到白金漢宮之後 在附近街道聚集的民眾 在警察的帶領下 遠駐林蔭大道 有列罪感 轉入到白金漢宮門前的廣場 手裡揮舞著國旗 等待嬰女皇再次出現 嬰女皇在露台上出現之後 民眾發出鎮耳肉龍的歡呼聲 然後 開始空軍的飛行表演 參加表演的 包括曾經在二線中服役的 老式噴火戰鬥機 和現代的狂風戰鬥機 紅線飛行隊在空中 拉出紅色、白色和藍色的線條 和英國國旗同樣的顏色 嬰女皇離開露台 民眾才逐一依依不捨地離開白金漢宮 這次轉氣慶大生活的活動正式結束 澳洲一名記者日前披露了澳洲政府的秘密對華作戰計劃 一旦中美在南海開戰 澳洲海軍將會封鎖中國的貿易行道 澳洲人報資深記者尤倫在他的新書中披露 澳洲政府在2009年的國防白皮書中有一項秘密計劃 如果中美在南海開戰 澳洲海軍將會協助美國第七艦隊封鎖中國在南海的武力行道 並假設中國會發射導彈襲擊澳洲的軍事基地和港口作為報復 為了做好對華作戰準備 白皮書定下擴充軍備的目標 準備在2030年之前 耗資1000億美元 購買12艘配備導彈的常規動力潛艇 以及大型登陸艦、新式戰鬥機和驅逐艦等等 郵輪在書中指出 美國去年和澳洲簽署協議 在澳洲長期駐軍 明顯是預計未來會和中國發生衝突 他說美國現在在澳洲的小規模部署只是第一部 以測試區內國家的反應 澳洲國防部長史密斯承認 國防白皮書由公開和秘密兩個版本 不過內容並非針對中國